我们看一下28体 28体要求外的全部坚击线 我们知道坚击线有三种 第一种是水平坚击线 第二种叫锤子坚击线 第三种叫锡坚击线 第一种水平坚击线是 x趋向于正无穷大或者货无穷大的时候 y它是等于一个常数 锤子坚击线是 x在上面存在一个不能取到的点 x不能取 x0 此时 y至少有一端 就是比如y正或者y货 它是等于一个无穷大 正乎无穷大 然后协定线是 x趋向于正无穷大或者货无穷大的时候 y也是趋向于正无穷大或者货无穷大 但是我们说 x趋向于正无穷大的时候 y也趋向于正无穷大的时候 它只是可能存在接近线 不是一定存在接近线 我们现在看 寒数y它上面有没有这种健康点 很明显它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就设x趋向正无穷大的时候 看y的值 它就是对于一个常数 还是说它是趋向于无穷大的 Limit x趋向于正无穷大 y是等于0到正无穷大 1的货T的平方DT 20等于200的平方PAD Limit x趋向于货无穷大 y是等于0到货无穷大 1的货T的平方DT 它是等于货的二分子根号PAD 所以 y只存在水平电击线 这样的水平电击线是什么 水平电击线 是y等于正乎二分子根号PAD 那么这个地方的计算 可能很多同学都不懂 我现在就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地方该怎么算 这个里面有两种算法 第一种是利用二种计判 二种计判 然后把它转化为极度标 最后进行计算 第二种是利用概率论里面 正在分布的公式 最后进行计算 这个里面我们令a是等于0到正乎穷大 1的货S平方DX 那么它是不是也等于0到正乎穷大 1的货Y的平方DY 而且我们知道a是大于0的 因为它这个背景函数是大于0 而且这个积分区域是从0到正乎穷大的 所以a是大于0 那么a的平方就等于0到正乎穷大 0到正乎穷大 1的货S平方乘以1的货Y的平方DX DY 它就等于0到二分之判 然后0到R 0到正乎穷大 1的货的R的平方 乘以R DRDC 这样就把它转化为了一个极度表 我们先算一下前面 这一块就是它是等于2分之判的 乘以0到正乎穷大 1的货R的平方D货R的平方 后面相对成了一个货R分之1 前面是不是也要成一个货R分之1 好就变成了货的四分之判 我们把这个货R分之1成到前面来 0到正乎穷大 然后1的货R的平方D货R的平方 等于货的四分之判 1的货R的平方0到正乎穷大 等于货的四分之判 乘以1的货五分之判 减去1的 1的0次判 就等于货的四分之判 乘以0减1就等于四分之判 好 A的平方是等于四分之判的 且A是大于0的 所以A9等于二分之判号派 那么之前那个积分的计算就给大家算出来了 现在看一下第二文 第二文他要求一个积分 我们先把这个图 图形给大家画一下 图形大概是这样 然后所要求的面积就是黑色部分的面积 我们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整个 S1它是S它是等于两倍的S1的 整个图形它是一个 沿XO就沿00点是对称的 我们怎么旋转过去 可以发现这一块的面积跟这一块面积它是相等的 所以我们只需要计算S大于0这一块的面积就可以算出S的面积了 S1是等于0到正午充当 2分之分号派 再看一下 是不是减去0到X1的负T的平方DT 然后DX 再看这上线里面有一个X 是不是很难计算出来 所以我们想办法利用分布计算法 等于X乘以 2分之根号派 减去0到X1的负T的平方DT 减去0到正午充当 X乘以 它的导数是什么 负的1的负X平方 这个地方负号不要掉了 DX 我们定这一项等于1 是D 数字1 这一项 不包括符号 它是数字2 因为这个计算有点复杂 所以我们分分中两步来计算 1它就等于 Limit X 趋向于正午充当的时候 2分之根号派 我们把这个X放到底下去 0到X1的负T的平方DT 比上X分之一 之前我们是不是计算过 这一块它的值得为多少 这一块后面这一块 是不是 阿姆斯派 所以这是一个0比0型的计算 那我们用极限的计算 诺比达法则 等于Limit X 趋向于正午充当 上面这一块是化身了 负的1的负X的平方 下面这一块 负的X的平方分之一 它就等于Limit X趋向于正午充当 1 X的平方 比上1的X的平方 它是不是等于0的 好 我们知道 式子1等于0 那么 式章 是等于 X倍的1的负X平方 X乘以负的1的负X平方 DX从0到正午充当的几分 它就等于 1分之1倍的0到正午充当 1的负X平方 D负X平方 等于 1分之1倍的1的负X平方 0到正午充当 就等于2分之1倍的1的负X平方 就等于负的2分之1 所以S1就是等于1减2就等于0减去负的2分之1 就等于2分之1 所以S就等于2倍的21是等于1的 这一题就给大家解完了 这一题里面要注意的几个点就是 它的三种间接线 在计算的时候该怎么去思考 第二个就是 对这一个反常积分的计算 图片最好可以把这个结果记下来 因为这样的话 在以后的那个运上中可以直接运用得到 这一题就结束了